好,这里呢,我们接着上一讲的内容呢,我们来完成另外一个进屋的绘制 我们首先打开我们的Hotoshop 好,在这一节当中呢,我们要绘制一个啊 这个应该是呢,在美术当中啊,我们 在那个我们初学绘画的时候,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绘制的对象啊 一个水果,香蕉,那么呢,在我们进行正式的绘制之前呢 同样的呢,我们也要去分析一下啊,这个结构 我们对结构进行一下分析 好,这里呢,我们打开啊,我们的Hotoshop 然后呢,同样的是把这张图呢,调成黑白啊,调成黑白 我们继续沿用我们之前课程当中啊 对几何体绘制的这样子的一个分析的一个模式啊 分析的一种模式呢,我们来对我们所要进行绘制的这样子的一个 可能比苹果啊,较为复杂的这样子的一个形态呢 进行一个结构的分析 那么呢,我们同样的呢 这里呢,我们先把几个绘画当中的啊 关键的一个点啊,先找到啊 那么这几个点呢,也就是上下左右的一些点 上下左右的一些点 这些点连接起来的时候呢 其实是代表我们所绘制的这样子的一个啊 对象的一个绘制区域啊 绘制区域 那么呢,它也就 如果我们是画在这样子的一个啊 举行的画部之中呢 那么这个区域呢 啊,所代表的也就是你这个物体所在画部当中的一个位置 大家一定要这样子去理解 好的 好的 那么,在这里啊 可以来看一下 那么我们啊 我们无论去啊 随意的去移动啊 这样子的一个 区域啊 画部区域呢 实际上呢 它就代表着我们物体在画部之间的一个位置啊 这个呢 是我们在绘制构图的一开始的时候呢 是需要去考虑的 因为我们在绘制的时候呢 就很少的去绘制一个单体的一个啊 就是会把一个物体啊 单独从画部当中抽离出来 就是我们的画部呢 就是我们的画部呢 和我们的 和我们的物体呢 它是统一形成了你这样的一个最终的啊 一个视觉效果 那么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概念 就是说画部也是你绘画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画部也是你绘画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而不能把它独自的抽离开来啊 不能把它独自的抽离开来 画部也很重要 好 那么这里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啊 接着我们之前的这个 我们来分析啊 接着我们之前的一个内容 我们来分析一下 好 首先呢 确定一个大小 那么我们在进行这个香蕉的绘制的时候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香蕉的结构 可能其实较为复杂 较为复杂 当我们找准到这个 一个大的结构线的时候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啊 我们来分析一下 那么 我们来分析一下 这样子的 一二三四五 五个不同的结构呢 实际上呢 它是有五个 不同的 这样啊 比如说我单独画一出来 五个不同的这样子的一个形体所构成 它是有五个这样子的一个形体啊 这样子的一个几何体构成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阶段呢 有一点像是在画3D 画3D 就是把一些大的几何体体块的面呢 画出来 我们来分析一下啊 它是有五个这样子不同的结构转折面啊 所构成 注意呢 我在画的时候呢 是比较概括的去找一些结构转折的一个面 好 切记得把它连起来 好 切记得把它连起来 那这里的这个呢 我们用另外一个紫色啊 用另外一个紫色的颜色来画 因为这里呢 刚好这两个香蕉的结构呢 那么有一些重叠 那么这个紫色呢 可以更好的 我们把结构找出来 我们把结构的结构 好 这些被遮挡的线呢 我们就把它给擦掉 这些被遮挡的线 对于这些转折面 那么我是通过这样子的一个几何体的分析的方式 将这个相交的一个体块分析出来 得到这样子的一个几何体的一个块面结构 得到一个几何体的一个块面结构 那么通过对这样的一个 这里还有一个画道 这是被遮挡过的 通过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分析过后 那么我们可以来判断一个阴影 因为我们绘画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绘制因素 就是绘制阴影 那么我们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分析之后 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去将阴影的范围挥制出来 这个呢我们同意的给一个颜色 那么紫色呢是一个我们绘制阴影的这样子的一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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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呢,我们把所有的音部分都画出来 那么我们就很容易能够判断阴影呈现的这样子的一个位置 那么我们在选择颜色进行绘制的时候呢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我们绘制的阴影的部分呢 那么也就是我们画面当中颜色最重的一个部分 画面当中颜色最重的一个部分 这里呢,就是头影 好 谢谢大家 这样子的一个 几何状态下的 一个 香蕉的 明昂关系就画出来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大概看一下这个关系 是否分析的正确 基于这样子的一个关系 我们呢才能够 才能够去 绘制出正确的 一个素描关系 在素描关系的基础 之上呢 绘制出一个 就是更为正确的一个色彩 关系就为这样子的 一定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无论是在画 哪怕是我们在画 更复杂的一些物体的时候呢 我们脑子里也要有这样子的一个 几何体的一个结构框架 这也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在 会在我们学美术的 第一阶段呢 去绘制一些 比较 看似比较简单 的这样子的一些几何体 其实现在我们能够 刚才知道 其实这些几何体的绘制呢 其实看似比较简单 但是呢 往往呢 就预含了一些更为深刻的一些道理 好 那么我们基于这样子的一个分析呢 然后我们来完成啊 然后我们来完成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相交的这样子的一个结构框架 那么呢 我们先把之前的这样子的一个啊 定位的一个图呢 先放在下面啊 放在最下面 那么我们的位置呢 就不要 让他呢 就是说和这个啊 保持在画面中心 那么其实一开始呢 我们就将构图的位置呢 确定下来了 构图的位置呢 你就可以通过这样子 简单的四个点的连线的来确定 简单的四点连线来确定 啊 我们下边的简单 我们下边的简单 为你蛋 我们下边的简单 可以按一下 第一个简单 简单 的简单 这一个简单 就先做了 非常快 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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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之前有画过这样子的一个结构 我们这里呢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结构框架在我们绘制线稿的时候呢 是如何使用的 那么我们可以这样子来做一个示范 这样子来 那么就刚好用上了我们的这个结构框架 这样子就好 看我们是如何使用这个结构框架 那么其实这一年将我们之前所提到的另外的一个 宁方物源的这样子的一个规律呢 放在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规画之中 这里我都是用了一些长支线来完成这样子的一个结构的一个规制 好 长支线 好 长支线 好 这个你看啊 这里呢我们就将这个 什么呢 一开始我们的这个基础框架 就变成了一个我们 在后面 进行上色啊 素描绘制的一个线稿 就变成了这样子的一个 很有用的一个东西 就变成了一个线稿 当然我们在线稿上面就不一定要画出一些 非常复杂的结构啊 并不一定像我们之前的样子 这样一些结构呢画得很准 但是呢我们只要 我们需要的是把这个结构呢画出来 点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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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